讲完了相对位置 讲完了坐标之后就要进入我们的重点 就是位移跟路程 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动 位置的移动 现在在假位置 然后跑到以位置 位置的移动叫做位移 所以 后面剪前面 原来在X1 后来在X2 所以X2-X1 就叫做我的位移 你可以看出来这里可能会有正号跟负号对不对 正的就表示往正方向 负的就表示往负方向 这个正负代表的是方向的意思 所以位移就是DeltaX X2-X1 后来的位置减原来的位置 叫做我的位移 那位移是一个向量 所谓的向量就是要有大小有方向 大小就是从 起点到终点的直线 从这个位置到那个位置 直接位置的改变 所以直线的长度就是我的大小 方向就是从起点 指向终点 那个就是我的方向 等一下会有一个动画 再次显示这件事情 OK 位移是个向量 所以讲位移 问位移 就要讲两件事 哪两件事 大小跟方向 问位移要回答方向 所以 这边 从这里到这里 位移是多少 往哪边动 西边 动几公尺 10公尺 所以我的位移是向西10公尺 所以我的位移写下来是向西10公尺 OK 位移要有 大小 要有方向 OK 路径长就是你实际上走过的距离 实际上走过的长度 又叫做路程 路程跟路径长就是你真正实际上有走过的长度 那个叫做 路径长或者叫做路程 那他是一个 存量 他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 请问你 他真的走了几公尺 往右走了10 往左也走了10 所以总共走了20公尺 请问你他的位置有没有移动 一开始在这里 结束还在这里 所以他为什么移动 没有 表示位移多少 零 位移是零 路径长多少 20公尺 所以位移是零 路径长有20公尺 或者20公尺 OK 所以一个是从甲位置到乙位置 位置的移动 一个是实际上有走过的距离 实际上有经过的长度 两个不一样 这是重点 所以我们就看一个动画跟各位做说明 我们从A点跑到B点顺着红色线过去 那么 你真正所有走过的这个路叫什么东西 路径 路径长 路径 你弯的线有多长就表示你路程有多长 可是位移呢 位就是从起点指向 中点 这个 黑色这个长度就是位移的长度 大小 那这个方向就是位移的方向 所以黑这条线就是位移 从甲位置到乙位置 这是两个的不同点 所以要请你弄清楚 什么叫做路径长 什么叫做 位移 什么叫位移 把两个观念弄清楚 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可以吗 可以 是的 咱们